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意与深化台美双边关系 那么特别关注的就是美国国防部次长克尔 他是在听证会上表示 他不认同解放军2025年清台的预判 美国众院外委会针对打击中共挑衅的世代挑战举行听证会 另外新成立的众院中国委员会首场听证会 则是请来川普时期的白宫国安顾问麦马斯特 和副国安顾问博明出席 一天内美国国会和乌克兰或中国有关的听证会有六场 而中国和台海议题也出现在乌克兰相关听证会 关注美中关系 当务之急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有共识 包括限制抖音海外版TikTok在美国的营运 禁止中资购买美国农地 以及限制美国对中国投资等 而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法案 则是获得两党议员支持 中院财委会通过九个对抗中国法案 其中三个不歧视台湾法 台湾冲突贺阻法和保护台湾法都跟台湾直接相关 台湾冲突贺阻法让美国财政部在中国入侵台湾时 公布中国领导人的资产 而保护台湾法则是在中国侵略台湾时 要求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 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 将中国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 那么再来看到 这是由美国官员痛骂大陆的官员了 关键就是在于俄罗斯的政治伙伴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接受了习近平的邀请 那么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 卢卡申科这一次的访问 外界是这么看的 这是大陆在俄乌战争当中 采取的双面讨好模式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第13次访华 由于乌俄战争还在僵持 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坚定盟友 大陆以国事访问的高规格 接待了卢卡申科引发国际瞩目 正在中央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与哈萨克总统和外长见面 布林肯对于白俄之间的关系表示 大陆在乌俄战争当中 根本就是个骑墙派 呼吁大陆在乌克兰问题上 不要想当两全其美的好人 同一时间 大陆外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以视讯致辞时 不忘暗喻美国 没有资格当人权的判官 人权不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 遏制别国发展的借口 各国应共同反对 有的国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武器化 工具化 除了乌俄战争 大陆外交部也谴责美国鼓噪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直接点名美国国务卿 在台湾问题上 布林肯国务卿需要认真上一上历史课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美方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不论是针对乌俄战争中 大陆的态度 亦获对台军售 大陆反红 美国蓄意在台湾问题上 释放错误信号 是最大煽动台海危机者 TVB的新闻 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那么再看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态度了 他下令即刻加强俄乌边境管制 关键在于过去这两天 乌克兰的无人军机 入侵到俄罗斯的本土 取了攻击黑海的除油槽 那么甚至禁逼莫斯科 距离不到一百公里 卧室窗户碎裂 俄罗斯边境城市贝尔戈罗德 传出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 三架无人机周一晚间出现在乌尔边境 同一天俄罗斯黑海沿岸也传出离奇事故 俄罗斯第二大城圣彼得堡 星期二早上突然关闭空域 至少五架飞机临时折返 克里姆林公没有解释原因 但有消息指出是侦测到不明飞行物 机场重新开放没多久 俄罗斯又有几家广播和电视台 被害错发空袭警报 一连串事件惹毛普京 乌军虽然没承认是幕后黑手 但乌克兰国产无人机种类功能 的确相当多样 其中一款无人机竟然还深入敌营 飞到距离莫斯科100公里附近 乌克兰利用科技清门踏户 也难怪普京会震怒 TBS新闻最后报道 紧接着关心朝鲜半岛军事紧张 这是南韩与美国军事结盟70周年 两国扩大了联合军演 但是传出演练内容包含 斩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全副武装瞄准目标南韩陆军设计 训练模拟作战消灭假想敌 南韩国军最近平平和美军 进行联合军演韩联社得到消息 这场演习中南韩将 斩首作战部队投入任务中 这次还动员美军AC130J特种 作战军机确实是要演练 模拟斩首他国领袖 郭注文在英执政 只公开一次的活动 先见尹熙悦政府积极抵御 北韩威胁 过去这一个月 美韩大小军演没停过 甚至还有以城市向战为主的演练 正逢美韩同盟七十周年之际 从三月开始 南韩将展开与美国大规模联合军演 然而北韩这边却在讨论粮食生产问题 距离北韩劳动党前次会议只有两个月左右 金正恩又再度开会 更直接把粮食生产目标放到台面讨论 似乎片面证实粮荒的处境 专家也分析饥荒恐比大家想象中还有严重 TVB的新闻 早点回到国内 现在各界都在猜央央行会不会持续升息呢 今天央行总裁杨金龙是在立月 告诉大家两个面向 包括没有所谓的杨金龙防线 那么还有包括了去年的升息幅度是合适的 今天台币早盘一度重点1.72角 创下近两个月新低 四天连假后首个交易日会市表现不佳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开盘扁8分 盘中还灌破30.6元 最低下探30.652元 贬值1.72角 创下近两个月新低 台币扁央行说特殊情况会进场调节 但今年台币已经升值0.67% 是否继续升 杨金龙说由供需决定 不过央行3月23号将开礼监事会议 时间选择FED开完会隔天 利率走向是否也要跟紧美国脚步 美国升息跟台湾的升息 它是应该是没有多大的关系 几乎逆步逆趋啦 也不会 它涨我们就涨 只是幅度不一样而已啦 市场谈心美国利率升到6.5%以上 甚至6月继续升 对此央行副总裁陈南光和理事张建一 立场偏应派 喊话持续升息抑制通膨 但台湾主要贸易对手南韩 顾及出口景气 宣布利率动涨 我们是否跟进停止升息 杨金龙说不予置评 要由央行全体理事决定 你认为会不会有停止性通膨的可能 应该是不会 那你认为保二有没有可能变成空谈 会不会啊 这个到目前为止呢 我觉得如果说以现在目前的一个预测来看呢 是我们都可以保二 台湾今年经济市场率预测值平均是2.21% 至于经济表现 杨金龙坦言上半年还是差 去年台湾利率连四升 累积幅度2.5码 今年金融界预期 央行三月升息几率大 供股行库的防贷态度持续保守 再看到是你我相关的话题 就是国内的疫情了 现在呢除了有这个流感疫情之外 其实上吐下泻感染到 诺罗病毒的患者也是多 另外一个最新消息 是我们台湾新增首例的 本土猴痘患者 一次有两人来确诊 分别是40岁 以及20多岁的男性 他们是在2月下旬的时候 出现了相关的症状 近期没有国外的旅游室 所以我们研判为本土的病例 这天终究来了 首例猴痘本土案例 还一次新增两例 分别是40多岁的新竹男 及20多岁的高雄男性 匡例25人 高风险亲密接触者两位 家人四位 其余则是医护 进行21天自我监测 没接触史从症状判断出染疫 归功于医师很警觉 感染员代查考量猴痘出现国内散发病例 机关署将在二号召开专家会议 另外会上也宣布四例流感病发重症 最年轻十九岁 吴曼西病女童 病程转变快 发病三天就进ICU 这四例都没接种疫苗 最近这四周主要检出的呼吸道病毒 还是以这个流感病毒 那在国际间的流感疫情的话 包括了欧洲中国大陆 还有香港近期的疫情是呈现上升 大陆同样爆发A流 甚至超过新冠 让多处学校停课外还有抢药潮 是否影响到台湾 并没有说看到有像中国这样子 有这种A型流感爆发的一个状况 可能也是跟我们目前的防疫措施 都还有继续维持 那至于说抢药潮的话 那目前来讲 因为我们还没有开放 那目前都是我们国人为主 看到的病人除了前一阵子 上吐下泻的这个落楼病毒 感觉稍微趋缓 但还是很多 一天都还是可能有十几例以上 再来是肠病毒有稍微在增加 疾管署疫报显示 腹穴疫情人处高点 肠病毒疫情人在升温 香港急起解除口罩令 罗一军说四月中研疫 防疫措施越来越松 没人管不想染疫 只能从自己做起 如何降低海洋危机呢 我们先来看看 生物科技公司呢 在西班牙研发出一款 号称可以分解的生物塑胶 说是希望 类似这样的一个环保成分 可以有效地减少海洋生物 因为雾吞塑胶垃圾导致死亡的悲剧 上个月底一头死亡的抹香精被冲上夏威夷海岸 解剖后发现这头抹香精一次又是雾吞大量海洋垃圾才会消化不良致死 类似的海洋生物死亡案层出不求 科学家也积极思考如何减少对塑胶制品的依赖 方法之一就是采用可分解的生物塑胶 MWC世界通讯大会中一间西班牙生物科技公司 就透过回收甘蔗渣鸡蛋壳海姆利等有机材料 经过特殊的细菌作用 照样能产出取代塑胶的环保材料 地球上人类行为不断威胁着动物的棋地 其中一个人机罕至的地方意外成了野生动物天堂 The Korean Peninsula since the Korean War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两韩非军事区居住者包含丹顶鹤 白整鹤 摄像路 山羊和水踏等44种激临灭绝的动物 今年是否两韩停战70周年 Google艺术和文化网特地发布多张非军事区的物种照 让民众演了一窥这里的大自然神秘面纱 回到新闻现场 全球第一线在线上邀请到的视讯专家学者是 美国德州州立大学欧吕中副教授 教授好 报警主播好 各官方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要请问教授的就是美国财长叶伦 是带着12亿美元的援助造访基辅 那么好来填补乌克兰政府的财政赤字 但是美国国内似乎出现了乌克兰批乏 我们就先来看已经有些声浪在批评 拜登政府无底洞的援助 那么共和党与白宫 针对提高举债上限的谈判 已经陷入僵局了 请问翁教授 叶伦造访基辅会传递哪些讯息 您又如何解读 是叶伦 美国财长叶伦造访基辅 其实我们可以从理想跟现实 两个层面来分析 就如同刚刚浩丁主国所提到的 美国国内确实出现了所谓的 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到底是不是应该无止境的提供 所谓的空白支票 毕竟到目前为止 以数字来说 美国已经突破了 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军事上加经济上的援助 已经在账面上突破了1200亿美金 这样的数字 对于美国的任何民众来说 光是看到数字都会觉得很惊人 虽然在道德上面看起来 继续支持民主盟友是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实际上对于美国本身 在国债高举 而且通货膨胀仍然是一个隐忧 美国的股市经济的状况 也不是非常理想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不难想象 美国国内的压力 对于拜登政府的压力 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我们说 财长叶伦提供基辅造访的 事实上是从现实和理想两个面向 理想上面来说 提供叶伦造访基辅 代表的是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会持续 延续的拜登总统之前 造访基辅所给出的承诺 基辅也就是乌克兰愿意打多久 美国就会奉陪多久 所以是提供一个理想上的 信心上面的支持 但是现实上面的叶伦 也带来了12亿美金的援助 但是我们也看到 这个援助的金额 可以说是承诺的数字 是越来越小 虽然12亿美金看起来是很多 可是相对来 相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数字而言 其实这个金额是在缩减当中 他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提到的 理想跟现实的差距 会让美国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而且这不仅仅是美国 就是基本上对于西方国家 对于如何继续的援助乌克兰 时间跟所谓的内容 还有数量 其实都在各国的盘算跟考量当中 我们现在看到西方国家 对于乌克兰 仍然在道德上 在价值上保持支持 可是现实的考量 恐怕是接下来乌克兰 究竟在这场乌俄战争 能够撑多久走多远 很重要的关键 那当然美国在信心上 提供援助 现实上恐怕拜登政府 要面对的是 国内很艰难的考验了 那么还要请问教授 就是美国的高官出访 目的就是要深化双边的关系 这一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在上任之后 首度出访中亚 会见了五位前苏联国家的 外交部长 就被视为拔庄之旅了 那么要拉拢这些 与俄罗斯关系良好的国家 美国是积极的挖墙角 有没有机会让中亚避免成为 制裁俄罗斯的破口 教授 是的 确实美国正在积极的挖墙角 因为我们看到中亚的这五个国家 传统上来说 因为他们是过去前苏联的共和国 传统上来说跟俄罗斯的关系并不差 也就是说在这一次的户战争当中 美国一直希望在所谓的制衡俄罗斯上面 能够斩断跟俄罗斯目前还有连结的国家 中亚的国家就是美国认为可以挖墙角 可以改变 可以扭转局势的一些对象 但是问题是实际上理想是如此 但是现实上到底能不能做到呢 其实布林肯造访中亚这些国家 当然是表达的是非常欢迎 过去事实上在美国 在所谓的阿富汗战争的20年战争当中 中亚的像是塔吉克这些国家 事实上也有给美国一些相对应的援助 因为在地理位置的关系 美国当时包括在驻军或者在武器运捕上面 这些在阿富汗战争当中有帮助的中亚国家 美国认为说也许可以透过过去的情谊 或过去的合作的机制 从由此之上来拉拢这些国家 希望他们在乌俄战争当中 可以更明确地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 甚至是造成俄罗斯的压力 同时也在所谓的中亚国家 跟未来中国的关系也可能可以造成一些松动的一些动作 也就是所谓的挖墙角 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实来看 中亚国家 中亚五国事实上过去这30年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紧密的 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看到中亚这五个国家当中 最大的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哈萨克了 哈萨克在过去这几年 跟中国之间的一带一路的关系非常的紧密 甚至在中国所谓的跨欧亚的铁路当中 哈萨克是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中继站 也就是说哈萨克跟中国的关系 并不是靠着布林肯的造访 就真的能够松动 而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建立的这些关系 事实上中亚国家因为跟中国走得很近 尤其是跟一带一路建立了非常好的基础 让中亚国家过去可以比较勇敢 尤其在最近几年 比较勇敢的向俄罗斯的普丁说不 原因是并不是因为有美国的支撑 而是因为有来自北京的澳元 换句话说 布林肯想要去拉拢中亚国家 其实最大的挑战 并不是中亚国家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松动 而是中亚国家跟中国北京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相当的紧密 因此这次的挖墙角行动 布林肯当然知道自己的难度很高 他也的确提出了一些甜头一些利益 包括了美国将会提供加码5000万美金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投资在中亚地区 可是我们听起来5000万美金很多 相较于一带一路 以及相较于其他的投资 事实上这样的金额 恐怕很难撼动中亚国家 目前在美国跟中国 或者是美国跟俄罗斯之间 他们在做的一些取舍跟权衡 这也是告诉我们说 在现实的考量下 美国其实现在透过外交的途径 想要赶快的拉拢很多的国家 来帮助美国在乌尔的战争 或者是在中美之间有所选边站 可是这些国家要能够撼动 要想要理想性的朝向美国靠拢 我想布林肯或者是拜登的外交团队 可能要再更加的努力 想出更好的策略 才有可能真的去动摇这样的关系 所以刚刚从教授的解析也知道 是不是美国好像也采取了 合纵联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要来制裁俄罗斯 不过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态度 现在是不是越采越硬了 说这个客工的发言人说 除非你美国听我的立场 听我俄罗斯政府的立场 否则俄罗斯不会再重返 与美国签订的新战略武器裁检条约 那么现在俄罗斯也声称了 之前在乌克兰占领的那四个地区 必须要视为是俄罗斯的领土 才可能弹劾 对于要和平解决俄乌战事 俄罗斯的态度现在越趋强硬 那么教授 你怎么看未来这半年 甚至是一年的发展 是俄乌战争 现在走到现在 其实短期之内 我们会看到俄罗斯 不管在实际战场上的攻势 或者在外交上面 都会比较强硬一些 因为俄罗斯必须要 要让现在的战局做出一些转变 我们就针对所谓的新武器 新核武裁检条约 俄罗斯暂时终止这件事情来做分析 关于这件事情 事实上从几个面向 几个原因来讨论 第一个是 这个新核武的裁检条约 事实上在2026年 本来就是到期的 之前已经延长了一次 2020年本来就是到期的 那到期之后 目前在之前 美俄之间的谈判当中 其实也没有谈到 是不是要再次延长 古丁也没有表示出 这个裁检的条约还会继续延长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普丁向来是喜欢采用 所谓的威吓的手段 有核子武器在手 或者是说有更多的核子武器 也不参加这样的核武条约 事实上可以传递出一个讯号是 俄罗斯是有可能去采取核子武器 或者是增加核子武器的准备 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威吓的动作 那当然在现在的这种 俄国跟美国的关系 俄罗斯需要更多的筹码 在残判桌上来逼迫美国 所以第一个是 终止这样的条约 事实上是增加自己的威吓的实力 第二点呢 为什么会暂时终止呢 主要的原因 其中之一就在于说 目前的乌俄战争 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 它在乌俄战争之中 如果乌克兰跟俄罗斯 真的是乌克兰得占了上风 在西方国家的奥援之下占了上风 俄罗斯所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在它周边的 这个国土周边的国家 居然落入了美国之手 如果说未来美俄之间 有发生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 美国可以轻易的 直取所谓的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国境 进行直接的攻击 但是俄罗斯却很难攻击到 美国的国境 因此俄罗斯会需要更多的筹码 这是第二个原因 就是在地缘关系上面 俄罗斯需要更多的威吓力量 才有办法来做一个威吓 因此他们退出 终止这样的协议 事实上也是因为 地缘战略的考量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 其实俄罗斯现在也看到了 中方也在发展核武 种种的情资显示 当中国的核子武器 核子弹头数量增加的时候 美方未来很有可能 也会采取因应的措施 也许在所谓的 新核子武器裁减条约的规范之下 美国也许不会实际的增加 增加核子武器的数量 可是对俄罗斯来说 他们会认为 因为对美国的不信任 他们认为美国基本上 就算不增加核子武器的数量 可能也会私下的做好一些准备 因为对美国的不信任 所以终止目前的核子的条约 来加强自己的核子准备 以免未来美国在因应 中国核子武器准备的时候 同时秘密地进行各种的 核子对抗的这种战略的布局 让美国的实力超越俄罗斯太多 所以种种的这些原因 加入考量之后 普丁其实现在暂缓 所谓的新核武裁减条约 其实一方面是威吓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也是力求自保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看起来 俄罗斯的态度踩得好像很硬 其实除了强硬的表态之外 也是某种情况下 也是在强化自己的自卫的能力 因此我们说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俄罗斯大概短期之内 只会踩得更硬 而不会有任何的松手迹象 因为基本上这是动摇 俄罗斯国本的考量 这也是为什么普丁 我们说短期之内 现在不论是在乌俄战场上 还是看待俄罗斯的对外关系 恐怕普丁都会更强硬 而不会有松手的迹象 的确其实俄乌战争 有更多的是来自于大陆的威胁 那么现在美国 现在也拿出了一些行动力 包括像是美国众院 中国委员会举行第一场的听证会 启动了为期两年的选择性脱钩 筹划计划 那么将会聚焦 中共对美的威胁 但是明年美国的大选脚步逼近了 跨党派支持能否继续维持 或者是旗舰会消除 还是会越来越深 教授你怎么看这场的听证会 教授 是今天美国的国会 尤其是中国 中国特别委员会 麦加勒格作为主席 他特别强调 中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麦加勒格这个共同主席 他本身就已经强调 他特别讲到说 过去他非常可以理解 过去几个世代以来 很多的政治人物都认为 美国应该跟中国加紧连结 或者多一些互动 进而甚至可以期待 可以改变中国 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他讲的是 未来的中国 既然已经成为 已经定调成为 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美国应该同仇敌忾 美国应该形成一个共识 要更进一步的 把中国作为一个敌手来看待 因此既然是竞争的敌手 而不是只是一个 所谓的竞争的伙伴 事实上美国就应该对中国 更加的强势 所以才会提到的两年 要逐步脱钩 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 现实的考量 以目前不论在军事 不论在军事上面 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 全面的对抗 甚至美国是不是能够压制中国 回到所谓的经济 跟一般的民生议题上来说 以现在中美之间 非常高度的经济互赖关系 每一年仍然高达 五千五六千亿美金的 这样的一个经贸的互赖 麦刚刚提出来的脱钩计划 要两年之内执行 首先以年份来说 这个时间恐怕是非常的紧迫 是不是能够在两年之内 完全的达到预期的 跟中国互相往来 这个难度大家可以 可想而知是非常困难 再者呢 就如同刚刚我们题目当中 所提到的 2024年的总统大选即将逼近 对于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除了国家安全这样的议题 可能因为美中的紧绷 被拿出来在总统大选当中 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之外 别忘了传统的经济跟民生问题 还是在大选当中 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因素 当民生经济议题作为考量的时候 民主跟共和两党就必须去思考 在中美的竞争关系之下 会不会影响到 所谓的美国的民生贸易 如果美国的民生经济 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期待 是希望可以真的回到 不论是斗而不破 甚至是更加平稳 让中美之间的贸易 可以持续的进行 让美国的物价可以下降 让美国的经济 可以更加的复苏 如果民意是希望 美国的经济可以稳定发展 而把外交国防 稍微的往后放一些 那么基本上 所谓的两年脱钩计划 就会遇到很大 政治上面的挑战 民主共和两党 恐怕一定都会回归到 所谓的民生经济的问题 上面去多做琢磨 毕竟如果没有办法 让人民能够在经济生活上面 得到完全的满足 无论如何去要求 要求民众一起来同轴敌忾 恐怕一般的美国民众 在不关注国际政治的情况之下 要他们一起能够了解 所谓中国的敌意 或者是如何来竞争中国 不跟中国做生意 要说服美国民众 就算牺牲了荷包 牺牲了民生经济 也要跟中国对抗 这样的论点 恐怕在美国国内很困难 所以共和民主两党在2024年的 总统大选正式开跑之后 面对中国的问题 恐怕会将将会是更加谨慎 想要在两年之内真正的达到脱钩 难度是非常高的 虽然现在看起来鹰派好像声音很大 但是最后现实的考量 恐怕在民主共和两党的拉扯之下 还是会必须做出一些调整 的确同样承受来自于大陆压力的 还有包括日本政府跟日本民众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话题 这是日本众议院通过了 折合约新台币25兆 新年度总预算案 这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么就要请问教授了 现在日本在整体的防卫力的准备计划 是呈现了一个大的目标 就是自己的国家自己守护 那么也考虑向美国购买400枚的战斧巡翼飞弹 教授日本为了应对来自于大陆威胁 甚至还想要跟这个纽西兰 来建立共同的情报共享管道 我们如何看待日本政府 一连串的军事部署 教授 是我们如何来看待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事实上我们在看待所谓的对中关系 这些我们重视的国家 他们的对中关系 我们都可以看到表面上是非常强硬的 不论在外交政策上 还是在军事准备上 日本也在最新的这样的一个 国防预算提出 国家预算提出来之后 很显然的是在国防安全上面 多所琢磨 其中不管不只是数字上面创新高 内容上面看起来 也是针对所谓的日中关系 事实上在国防上面 可能是在所谓的选边站 尤其在中美的紧绷之下 日本选择的靠近美国 更靠近美国一些 从去年底的国防 国防的重要的白皮书 三个重要的国防文件 可以看得出来 日本看起来在国家防卫的问题上面 跟美国走得越来越近 可是我们必须说表面上面这些强势 包括了采买军购 或者是增加国防预算 甚至是在立场上面走得跟美国更近一些 这些表面上的一些准备 事实上它所传递的消息 看起来是日本站得很坚硬 可是在实际上也带来了反面的效应 这个反面的效应就是中日之间的关系 恐怕会更加的紧绷 这个对于未来的亚太区域稳定 到底是好还是坏 可能日本在选边站之后 必须要再来思考 那我们说表面上的关系 看起来是很强硬 我们来看看实质上 到底能不能做到这么强硬 日本会遇到几个挑战 包括了这个国防预算 是不是日本的经济是可以支撑的 这样的高举的国防的预算 那再来是指在国防的武器上面 日本所向美国采买的 不管是四百枚的飞弹也好 或者是未来的这些武器采购 其实以美国现在 尤其在乌俄战争之后 美国现在的军火供应链 其实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 也就是说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日本现在就算向美国 想要采购各种的飞弹 事实上真的飞弹要能够到位 最快最快交货的时间 会在2026年 也就是从现在2023年 一直到2026年 虽然预算编了 甚至可能钱都交了 可能日本会遇到 跟台湾现在一样的问题 就是付了钱 可是武器没办法交付 首先日本就必须面临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们能不能接受 再来是等到三年之后 才能够正式固件的 所谓的飞弹系统 或者是一些国防的准备 是不是缓不及 来不及做好日本 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这是在现实上 必须要面对的考量 那我们再看到 另外一个更深层 或者是对于日本来说 可能也跟美国一样 会遇到更大的问题是 现在的全球的经济互赖 尤其是跟中国的经济互赖 如果我们看看经济数据 我们会发现 日本在2022年 其实才刚刚创下了 跟对中贸易逆差的 最高史上的新高的记录 创下了20兆日元的贸易逆差 当然我们可以说 这个贸易逆差 有各种各种的原因 可以来解读 但是史上最多的 这个贸易逆差 其实某种程度反映出 日本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不会是一个 完全可以忽略的话题 也就是中日之间的关系 如果更加的恶化 对于日本而言 它在经济上面的冲击 这是岸田首相 岸田政府 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强化了国防 强化了对中国的态度 它某种程度会对中日之间的关系 会造成恶化的负面的影响 而恶化之后 中日之间一直以来 长期以来 交流的所谓的经贸的往来 或者是经贸的互赖 也会造成一些冲击 对日本来说 国防站在美国这边 经济本来是靠着中国的市场 现在做出一些调整 对日本的冲击 不会是一个太小的冲击 这个对岸田首相来说 选择站在美方 它所负担的成本 是接下来日本会遇到的 一个很大的考验 恐怕也是亚太周边的国家 共同会遇到的同样的难题 的确从军事威胁 一直到经济互赖 其实都扣紧着对中关系 今天非常谢谢 翁吕中教授带来的精辟解析 谢谢教授 很谢 好那么接下来 要带观众朋友 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日常我们所使用的通讯产品 包括了像是电脑 甚至是手机 当中含有的金属原料 可能来源有疑虑 这是专业财经媒体 CNBC调查发现 非洲的钢果民主共和国 蕴藏价值24兆美元的 丰富矿产 但是当地武装冲突不断 所以不少的原料 都成为武装部队 购买军火的筹码 不论是iPhone还是安卓手机 几乎少不了习弹物 还有黄金四种金属 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 非洲的钢果民主共和国 根据估算 当地还没有开发的矿产价值 甚至高达24兆美元 本来天然资源 应该是让钢果民主共和国 富裕繁荣 但政治局势不稳定 矿产成为不同武装派系 之间的角力筹码 甚至成为购买军火的资金来源 从血钻石到燃血的金属 也引发外界的关注 在政府以及市场的压力下 科技大厂包括微软 苹果 特斯拉等等 每年都会公布报告 交代产品当中 使用的金属 不会协助当地的武装部队 目前全球使用的锡 物 还有黄金 大约只有2% 来自钢果民主共和国 但用来制作电容器的弹 高达67% 来自钢果 还有卢安达 而且矿仓最丰富的地区 就是战火最激烈的东部地区 当地就有超过 120个武装民兵部队 制作锂电池必要的原料菇 也相当仰赖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藏 尽管菇的矿藏位在情势 相对稳定的南部地区 但工作环境差 还有雇用同工的情况 依旧非常普遍 目前美国以及欧盟 对产业都有相关的规定 要求企业提出 使用原料的来源报告 但积极发展电动车 大量采购物的中国大陆 却没有这项规定 包括台积电 还有不少科技大厂 都加入责任矿产确保计划 像合格的金链厂 还有野链厂购买 苹果这几年就取消 像160多家来源 有疑虑的金链厂 采购原料 透过第三方认证的方式 避免燃血金属 成为科技商品的零件 西矿供应链厂购买 这样的模式 却可能漏洞摆出 专家认为各种方式的防毒 恐怕成效不张 尤其如果利用 聚买或聚用的方式 落后的传统手工矿场 可能反而变本加力 一钻漏洞 而且不少靠矿场工作 维生的妇女 还有弱势族群 还可能因此丢掉饭碗 陷入困境 因此鼓励企业 透过协助矿场 改变工作环境的方式 长期性的改变原料来源 才能真正扭转 科技商品燃血的争议 TV的新闻 总部报答 欢迎回来 我们经常会用 分身乏术来形容忙碌 那么这件事情 也带你来关注今年的 MWC大会 反映后疫情时代的新趋势 也就是即便你很忙 但是想要几个分身 都没有问题 多佳的新创公司 带来分身服务 提供陪伴的功能 甚至还可以代理工作 代理旅游 来到世界行动通讯大会 MWC会场 这间日本新创公司的 掌位很吸睛 只要动动手上的操控把手 仍在西班牙巴塞隆纳 分身同时在地球 另一端的日本东京 进行数位旅游 事实上这项分身服务 是让使用者和目的地的人 共享身体 注册之后填入小区的地方 和用途 就能透过手机 媒合已经在当地的人 由当地人员按照指令移动 让使用者产生瞬间移动 生利其境的真实感 今年的MWC大会反映了后疫情时代的新趋势 AI人工智慧和元宇宙科技是展场两大重点 另一间日本新创公司 开发出的数位复制分身 甚至可以达到虚拟陪伴功能 要做出一个完美的数位分身 这些新创公司在客户同意下 收集语音和对话数据 影片或照片用来复制 整个过程大约耗费三到四个月 但这会不会有道德争议 大家常用分身法术来形容自己有多忙碌 有了新科技的帮忙 想要几个分身就有几个分身 另一间以色列企业DID 将神乎奇奇的AI技术带到MWC 与DIB 应用的深城市AI 就是ChatGPT的GPT3語言模型 结合深度学习脸部动画技术 创造出符合个人需求 栩栩如生的数位分身 运用在元宇宙世界里 MWC宣称在未来五年内 元宇宙将彻底改变顾客体验 本届大会还将探索 元宇宙如何改变教育 以及各种沉浸式科技的未来展望 Q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日本英国苏格兰宣布将 租借来的大猫熊归还给大陆 那么进步了要探讨 就是大陆的猫熊外交 成效下滑的关键 在于惊人的饲养费 光是租借费 一年就要花上100万美金 送还给了大陆 大批游客因此说什么 也要来动物园 看香香最后一眼 这年五岁的香香 原本2019年 就该还给大陆做生育配对 没想到疫情爆发 导致反假日推迟了四次之多 直到2023年 才真的和日本说再见 相比香香 旅美的大猫熊乐乐 却等不到饭家的一天 住在美国孟菲斯动物园的乐乐 被白色花圈和最爱的竹子围绕 他原本四月就要返回大陆 却提前在2月1号促世 目前初步判定死因与心脏有关 经专家组尸体解剖检查 初步判定乐乐或死于心脏病变 压压的健康状况 也令网友十分牵挂 猫熊乐乐之死 大陆网友还有饮食明星 都发文关切另一只 旅美猫熊压压的情况 因为画面中的他 骨瘦如彩 毛发也不太健康 不过大陆专家评估 压压除了有皮肤病变 其余饮食和粪便情况都很正常 不过还是会尽快安排他回家 上午11时30分 尼克森总统坐货人等 照下飞机 说起中美间最知名的猫群外交 可回推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的仿中型 这之后美国就获得周恩来赠送的一对大猫羊 象征中美关系破冰 同样道理当中美关系变差 也可能收回猫羊 The Dalai Lama came to the White House over China's vehement protest 案例发生在2010年 当时美国总统欧巴马 才在白宫接见达赖喇嘛 没想到昨天 北京就宣布要收回两只在美国出生的猫羊 除此之外 大陆也曾拿出件猫羊交换贸易协议 2011年苏格兰接受一对大猫羊后 就与中国签订了26亿英镑 涉及渔业汽车和再生能源的协定 而荷兰2017年收到大猫羊 则疑似于提供中国先进医疗服务有关 只是近几年 这类猫羊外交魅力大不如前 根据中英两国协议 这对熊猫夫妻将只在英国履居10年 继美国和日本 英国为二的大猫羊 阳光和甜甜也确定不再续租 最快10月底归还 原因之一 就是养猫羊实在太烧钱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估算 除了美只得付出 每年100万美金的租借费 动物园还要在额外支付 最高100万美金用作回馈猫羊基地 若加上其余的饲养费 管理费训练费等等 实际花费高达350万美元 折合台币破亿元 不过也有国家不担心钱的问题 2022年10月19日 大熊猫金晶和四海乘专机 从四川抵达多哈 开启了在卡塔尔的15年旅居生涯 去年才风光举行士族的卡达 因此成为首个获得租借大猫羊的中东国家 卡达还砸钱建设占地 12万平方公尺的猫羊馆 只为了让这个沙漠国度的人民 也能一睹猫羊风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